这是二年级的日期问题 日期问题 日期就是那个几月几号 几月几号 那这种问题出现的时候呢 通常会问三种东西 一个就是问经过几天 经过几天 另外一个就是问开始 开始是几月几号 再来就是结束的时候是几月几号 所以日期问题 日期问题会问的就是问经过几天 几号开始 几号结束 可以吗 那你在做第一个 第一个一定要先学会 那第一个呢 你在做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通常一定要先注意三个地方 第一个 一定要小心 小心有没有跨月 有没有跨月份 你一定要小心有没有跨月份 再来第二个要小心的地方是 小心开始结束 你一定要小心开始是哪一天 结束是哪一天 再来 这个时候呢 再来第三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它排出来 一定要排出来 这个很重要一定要排出来 因为排出来才可以开始算了 那你排出来之后呢 怎么算呢 很简单就是相减 相减 相减 加一 相减加一 可以吗 那我做这题给你们看 你就可以慢慢感受 来看这边 这里有没有跨月份 有没有跨月份 都是四月啊 所以是不是没有跨月份 那没有跨月份的时候 你一定要小心哪一天是开始 哪一天是结束 三号是开始 十九号是结束 对不对 那再来你就要把它排出来 那就是从三号到十九号 对不对 那再来怎么算呢 很简单 就是相减 相减 加一 相减加一 那我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 那你看这边 这个十九 这个十九 注意看哦 这个十九就是指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六号 七号 八号 九号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停 可以吗 所以这个十九 这个十九就是从一号开始 就是这些 这些天数 就是这些日子 听得懂吗 一号 二号 三号 一直到十九号 所以这里不就会有十九天 这里会有十九天 从一开始数 数到哪里 就几个 十九天 可以吗 所以这个十九 就是指一号 一直到十九号 就是这些日子 那这个三呢 这个三呢 其实就是指一号到 一样 又是从一开始数 又是从一开始数 所以数到三 那不就是有三天吗 不是有三天吗 所以这个三就是指一号到三号 可是你是相减啊 那相减是把这些都扣掉 从这十九天里面扣掉这三天 那剩下的是不是就是这些日子了 剩下的就是这些日子了 对不对 那这些日子就是十九减掉三啊 可是你忘了 人家开始 人家开始是从三号三号耶 所以三号要算进去耶 那你这个东西是不是要加回来 这里就要加回来 所以这里才要加一 所以这个一 这个一就是指几号 就是指三号啦 指三号这一天 听得懂吗 所以你在你只要排出来排出来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相减加一相减加一相减加一 可以吗 就是相减加一 那所以算完这里会几天 爸爸一共出差了 十六加一 所以十七天收工 好 所以这个是没有跨月份 没有跨月份 就是把它排出来相减加一 排出来相减加一 排出来相减加一 可以吗 加一是什么意思 加一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第一天第一天再加回来 第一天再加回来 要特别小心哦 所以你要小心去找 开始几号 结束几号 相减加一 可以哦 好 那再来再来 如果我把这里改成 改成 改成六月 改成六月 改成六月呢 一样 你还是要做什么事情 你还是要把它排出来 所以来我先排了哦 所以来开始 从几号开始 是不是从四月三号 因为你现在是不同月份嘛 不同月份 所以有四月 五月 六月 那四月呢 你是从三号开始 所以最后你是从三号一直到 一直到 四月有几天 一月大二一小 三月大四月小 所以到三十号 那四月过完之后 再来换五月 那五月你是从一号一直到 三十一号 那六月呢 你是从一号到 它规定的 规定哪一天回来 十九 这个时候你就要分开 分成每一个月份 每一个月份 慢慢算 所以又来了 连续号码数个数 相减 相减 加一 所以这里是二十八天 那这里呢 从一开始数 所以不用算了 从一开始数到几天 到几号就是几天嘛 那这里也是一样嘛 所以这里十九天嘛 可以吗 所以最后你再把它们全部 全部加起来 就可以了 那三十一我会先加十九 因为可以刚好进位 所以呢 这两个加起来五十 五十再加二十八岁 等于七十八天 这个是跨月份的时候 这是跨月份的时候 可以哦 所以跨月份的时候 你一定要分开 分开每个月 每个月 每个月 排出来 排出来 然后再相减 加一 相减 加一 相减 加一 去算 可以吗 好 再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有陷阱 有陷阱 所以他还是问你一共 一共放了几天 一共放了几天 所以你要早经过几天 所以呢 又是要注意这三个东西 那所以呢 你一定要小心 他有没有跨月份 当然有啊 这里是六月啊 那这里到八月啊 所以他经过了六月 六月 七月 跟八月 可以吗 好 他经过三个月份 那再来 他是从哪一天开始 一定要小心开始结束哦 所以他是从六月二十九 对不对 所以他是从二十九号开始 对不对 就开始放假 那六月直到几号 六月直到 一月到二一小 三月到四一小 五月到六一小 所以直到三十号 那再来换七月份要放假 所以七月份 他是从一号 一直到三十一号 那八月份呢 八月份是从一号到 几号 二十九号吗 错 因为他这里讲开学 那开学 开学就是开始上学啦 所以八月二十九是要上课的 所以不是放假 所以这里只能到二十八 所以我才说你一定要小心 小心开始跟结束 小心开始跟结束 所以这里要特别小心哦 这里要小心哦 可以哦 可以哦 所以跨月份要分开 要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 可以慢慢数 那再来一定要小心 开始跟结束 一定要找对 好 那都找对之后 你已经排出来 就可以开始算了 连续号码数个数 相减 加一 这个不用算啦 二九三十两天马上算出来 好 再来看这边 从一开始数 所以呢 也不用数了 三十一天 这里呢 二十八天 所以总共是 二十八加二等于三十 三十加三十一 所以一共是六十一天 收工 所以一定要小心开始哦 开学这两个字 开学这两个字 是陷阱哦 要小心 好 再来 再来我要教开始 怎么找 开始跟结束 怎么找 开始跟结束 那你就记起来 开始 开始是往前找 往前面找 那当你往前面找的时候 数字 数字是会变小 所以呢 往前找 数字会变小 所以用减的 那你要找结束呢 结束是往后面找 往后面找 所以你必须 所以数字会变大 所以要用加的 用加的 那我做给你看 来看这边 好 工人五月五号开工 五月五号开工 那预计要十五天才能完成 所以开工 开工是开始 所以他给你开始了 所以你要往后面找 往后面找 所以一定是用加的 可是一定要小心一个地方 因为你五月五号已经算一天了 我开工了嘛 所以这一天我就要工作了嘛 所以已经算一天了 所以这个 这个十五天里面已经有包含这一天了 可以懂吗 所以这十五天你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十五天先扣掉 这一天 这一天 可以哦 啊所以呢 是不是还要再 还要再工作十四天 那再来就很简单了 现在是五月五号开始嘛 对不对 啊你往后找嘛 所以数字会变大 所以你要加嘛 所以还要再工作几天 是不是十四天 所以再加十四那不就是五月 五月十九日完工 可以吗 可以吗 那我再请问你了 那我把这里改掉 我把这里改掉 我把这里改掉 好 如果这里是五月 换回来 告诉你这一天结束 这一天完工 那你去找开始呢 你去找开始呢 你去找开始呢 还不是一样 五月十九嘛 最后一天是不是完工 做完了 工作一整天做完了 所以这天有工作啊 所以这是不是已经算一天了 所以你还是要先简移 那再来因为你是往前面找 往前找 所以再来这里要变 简 所以你会发现 不就回来五月五号了 所以找结束 找结束是往后要加 啊 开始开始是往前 往前 所以要简 开始是往前要简 啊 结束 结束 结束是往后要加 一定要小心要先扣掉一天 一天一天一天 因为不管你是哪一天开始 还是哪一天结束 那一天都是算进去的 所以要先简移 可以吗 好 再来换这一题 再来换这一题 好 这一题开始哦 它是从四月二十四号参加了 参加了 所以开始训练了 参加两星期 两星期 两星期呢 其实就是等于一星期七天 所以两星期是十四天 可以吗 好 游泳集训 对不对 那请问你几号的 几月几号结训 啊 所以你是不是知道开始 要去找结束 所以是往后 所以要加 啊 这一天算不算 要不要算进去 这一天要不要算进去 要 所以你这里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先 减一 啊减一表示还有另外的十三天 可以吗 那我们就要开始把它数进去哦 啊 所以四月二十四号 四月二十四号开始 还要再 还要再十三天 所以你要加十三 啊 所以那个就是四月的四十 这里是四月的三十七 好 四月有这一天吗 没有 那么一月大 二月小 三月大 四月小 四月直到三十号 那表示什么意思 是不是要到下一个月份去了 啊 所以呢 你要扣掉 属于四月份的三十 直到三十号 那恭喜你 多出来的七号 是不是排到下一个月份 那不就是五月了 所以是五月 七号结训 可以吗 所以 又是早 又是早后面结束 早结束 早结束一定要往后面找要加 早结束一定是在后面啊 过了好久才结束一定是后面 那后面一定是用加 可以吗 好 再来 再来 我要改题目了 我要改题目了 我把它改成 你知道哪一天结讯了 你知道哪一天结讯了 那你会不会早开始 开始是几月几号呢 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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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往前 一定要往前找 可以吗 那往前找 待会要减哦 所以你现在是五月七号 所以你要往前找啊 你要往前找 那往前找是要减啊 是不是要减十三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够减吗 是不够 那不够的是 你发现不够的时候 你就要分两部分 分两部分 分这个月减跟下个月减 那所以这里十三 你就要先拆开了 五月直到七号 所以你只能减七天 那七天 十三天 十三天 这里分七天 那这里还要在 还要在六天啊 那你一定是从四月 因为你是从后面找回来 所以这里一定要从四月三十号 开始找回来 所以再去减六天 可以吗 所以呢 这里不用算了啦 这里不用算了 就直接算这里就好了 所以 开始是四月的 二十四号 是不是又回来了 是不是又回来了 所以 早结束 早结束是往后 早结束是往后要加 早结束是往后要加 那早之前 早开始 早开始是要减 是要减 如果是有隔月份 隔月份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十三天拆开 可以吗 可以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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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